螃蟹为什么要横着走呢 A 有前任性 B 关节不好 C 磁力的原因 A 有前任性 关节不好 B 关节不好 对 什么叫磁力呢 不能给你解释 对 一会儿可以给你解释 因为 因为他说一会儿给你解释 所以应该是正确的 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C 磁力的原因 C 错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的吗 因为我说磁力是什么 刘烨说了一句 待会儿解释 正确答案才会解释吗 它是个古老的回游动物 它体内有类似于指南针的 这样的一个磁力 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判断方位 不用思考哪个方向 所以他走路不用用脑子 对 第二道题 墨鱼针有毒吗 A 有毒 B 无毒 C 看他的心情 应该是看他的心情 毒 墨鱼针 无毒 无毒 无毒不丈夫吗 应该是B 对 有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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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他放毒会保护自己吗 对 对 你不用A 肯定A 肯定A 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A是对的 A 有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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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题 螃蟹用来走路的脚有几只 A 6只 B 8只 C 10只 我觉得是4只 他只有4只在走上边都是这样的 8条腿 8条腿 8只 左边4只右边4只 前面是不 A 1只我觉得应该是 A A 1只螃蟹8条腿不还有这首歌吗 歌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都是为了压运用的 答案是 B 8只 8只脚 前面两个钳子是用来进食和打架用的 1只螃蟹8条腿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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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 A